以西节书第四章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头,放在你面前 在上面可以做成,代表耶路撒冷 然后安放围城设施,建造围城高墙 筑起工程图类,百列兵营,四周架起工程锤 你又要拿一个铁的尖盘,放在拟合城的中间当作铁墙 你要面向着城,象征成要被围困 你就是围攻纳城的,这要做以色列家的预兆 你要向左边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 你向左边侧卧多少日子,你担当他们的罪孽也是多少日子 我已经给你定了日子的数目,就是三百九十天 等于他们作孽的年数 你要在这些日子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这些日子满了以后,你要再向右边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 我已经给你定了四十天,一天等于一年 你要面向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赤鹿着绑臂,说预言攻击这城 我要用绳子把你捆绑起来,使你不能转身 只等到你围困城的日子满了 你要拿小麦、大麦、豆子、扁豆、树米和粗麦放在一个器皿里 给自己做饼 在你侧卧的三百九十天里,你都要吃这些饼 你所吃的食物要有一定份量 每天两百三十克,要在指定的时候吃 你喝的水也要有一定份量 每天半公升,要在指定的时候喝 你吃这些饼,要像吃烙的大麦饼一样 但要用人份在众人面前烧烤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在我赶他们去的列国中 也要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 我说,主耶和华 我从来没有玷污过自己 我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已经死去的 或是野兽撕裂的动物 不洁净的肉从没有进过我的口 于是他对我说 你看,我准你用牛份代替人份 你可以在牛份上烤你的饼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我要断绝耶路撒冷的粮食 他们要满心忧虑,吃配极的口粮 十分金黄 喝配极的水 他们缺粮缺水 个人都必金黄 因自己的罪孽衰弱而死